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福建菜 福建人比较注重食材原味的呈现 世世在在的菜名之间了当 今天我们来到福建人的家 他将会煮出一道非常有代表性的福建菜 无论是在家庭团圆或者节性上都能见到 我们就让嘉宾来为我们介绍吧 好 大家我身边就是今天的嘉宾 他是圣里兰福建会馆妇女主康乐主主任陈树梅 树梅 介绍一下今天你要煮的福建菜好吗 今天我要煮的福建菜 是我们福建的传统之一的那个福建肉丸 我们叫做破鱼 破鱼 对 啊 华语也可以叫做普圆 也可以叫破鱼 其实过年过节都会看到的一道菜对吗 对 我们过年过节或者是祭拜祖先都会有这道菜 今天呢 我所要做的是福建会馆的传统菜肴之一 福建肉丸 那么呢 今天我们所用的材料就是这个五花肉 我所用的是1kg的五花肉 8粒的马蹄 以及一条红萝卜 10粒的小葱头 1粒蒜米 2粒鸡蛋 3汤匙的面粉 1汤匙的薯粉 然后呢 所要用到的材料还有料 烧杏酒 麻油 蚝油 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些猪肉 先把皮先切掉 先去掉皮 然后再把猪肉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比较好多水 我们呢 要怎样知道猪肉切成一小片 猪肉切成一小片 能不能 猪肉切成一小片 猪肉切成一小片 我们就把它拿起来 如果它好像这样子还没有断丝的呢 就是还没有好 还没有断开 我们必须要断到断开为止 这是传统才这样做的 现在的人你们不应该不用去做了 买就比较方便了 因为现在的角落刀都很先进 有三刀 四刀 五刀的 自己随意自动的 你看它断开了 绵绵了 这就是已经好了的 这就是好了的 就是断开了就ok了 为什么要took呢 因为took的猪肉比较有那个胶质 第二个步道 我就是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马蹄先削皮 如果呢 没有马蹄可以用saker 不过呢 马蹄会比较好吃 因为比较清甜 如果用saker 你就必须要 必须要把那些切了的saker 然后再切碎 然后把 必须把那个saker的水瘤干 马蹄就不需要了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水分 然后我们就把马蹄切碎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为什么可以叫普碗 也可以叫渣碗 你看我全部 什么东西都切成渣 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放进肉里面 再来就是 蒜米也是要剁碎它 如果现在的人呢 你们要吃这个普丸啊 不用这样麻烦了 全部都放进那个搅拌机就可以了 一样咯 然后把它放进肉碎里面 接下来我要切的就是那些洋葱 现在我要把这个小葱切片 然后剁成碎 如果没有小葱啊 用大葱也可以 然后一样把它放进去里面 然后一样把它放进去里面 然后把鸡蛋打入肉里面啊 鸡蛋呢就看个人的 有些人喜欢鸡蛋多 但是也不要太多了 避免拿里面的肉太过潮湿 然后搅拌 然后再把调味料加进去 盐 鸡蛋 酥粉 还有面粉 还有面粉 我就切萝卜 把萝卜也搅成也多成碎 在传统里面呢 只有加沙哥或者是马蹄 那么呢 我们现在加萝卜的是比较好看 也比较有营养 就是肉里面添加多一点蔬菜 以蔬菜为主 然后现在我就把调味料放 放下去啊 这是麻油啊 这些呢 调味料多多少少 自己随意的 料酒 我们搅拌均匀了之后呢 不需要腌的 马上就可以先热油 然后看再看油的热度 再来炸 现在我就开火了 我先热油 我先开大火啊 ok 现在油热了 我就把它关小火 然后再把它漏完 油的分量呢 然后我把肉丸加进去 油的分量必须要盖过这个肉丸啊 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很烤功夫 对啊 这个涅法 涅法要轻轻揉揉的 也不可以太大力 你看我一大力就 然后 所以就是用手掌这样子 用手掌搓一搓 然后慢慢的 这个拇指必须要 跟十指 在啊 在十指的 在上面 捏出一个圆形出来 对慢慢慢慢的 然后再用汤匙 拿上来 轻轻的把它拿上来 我看到你的动作就是 那个汤匙要先沾一沾 那个油这样子 对 对要沾一沾油 肉比较不会黏在汤匙上 嗯 这个蛮好功夫哦 对 就其实这个其实有没有 可能我就先搓便便这样子 嗯 比较省时间 也可以啊 就好像我们做那个鱼丸这样 打鱼丸这样 就是这样把它 这样子 打成一个圆圆先 对把它打成一个圆圆先 然后我们就铺 全部把它铺在盘上 然后再一粒一粒放下去炸 也是可以 也可以 所以是有两种 有两种 两种方法 那我们炸的时候呢 要注意啊 如果这个肉丸 包开的话 包开的话 代表我们的面粉 放的不足够 所以呢 就要加多一点面粉 那么刚刚呢 我就用手捏 现在呢 我就把这些肉丸捏好 放在盘子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呢 等一下我这一个 这一窝炸好了 这一些盘先捏好的 一粒一粒放下去 那么会比较快 也比较省时间 我们在炸这个肉丸的时候 要一面炸 时不时要翻动一下 这样子颜色会比较均匀 我们要炸的肉丸就是炸到这样的金黄色 然后再把它放到盘子里面 这就是我们福建人的传统菜肴 福建肉丸叫做破鱼 所以你也就我所说的这个 这个福建炸肉丸 就是你说什么破鱼 破鱼 就我所知道就是这种家庭团圆日啊 或者是节庆都一定会看到 你知道菜肾吗 对对不只是节庆啊 红白色啊 但是不是每一个白色都会有的 就是比较高零 说九十多岁那些啊 指数满行的才会有 那么小孩满业呢也会有 有什么意义的吗 这些就是代表团圆 因为它也是一个好历头来的嘛 所以每次加家啊 过年过节啊 小孩满月啊 拜祖先啊都会有 然后我就看到说你是放这个马蹄对吗 然后有提到也是可以放沙哥 所以其实它的传统做法就是 就是可以一般上其实是用沙哥的 对 那后来呢 就人们就 有谁就放马蹄 为什么沙哥比较多水分啊 马蹄就没有那么多水分 而且会比较清甜 比较甜 所以我们放马蹄呢 我们都没有放糖 没有放糖 这样就可以吃到那个马蹄的清甜 对对对对 嗯 其实我比较好奇这道菜是谁叫你 我这道菜是我家婆我家进去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懂 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真的是完全不能看的 哈哈哈哈 就是完全不会煮的时候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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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以前是上班的嘛 哦 不会煮的 所以呢第一次炸的时候就是乱七八糟的嘛 哈哈哈 就是炸的时候啊 有些是凹凸不平啊 有些就一粒就变成两边啊 就这样的 所以这个倒菜看起来是好像很容易 其实是不容易的是吗 嗯 如果有心血的话 嗯 就血得到啦 这样我 这样几问你自用了多少时间才学会煮这倒菜 我看我们一年煮三次应该都是一年啦 哦 嗯 现在的人呢煮呢就会比较方便 因为什么都是用那个搅拌机 所以呢就很容易 以前我们就会比较辛苦啦 煮到十多二十个人在那边 都是要切 啊啊啊 对是 都是要用切的 所以蛮烤那个手碗的力度那样 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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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